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储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各位好 上次呢我们有讲过 如果在自己的本地 装Olarma跟OpenWeb UI 就是你可以立即实现 你自己的这个 Try the DVD的界面 那我们现在呢 要让他串接N8N 然后以后呢 就让他去执行一些自动化的程式 那要怎么让他串N8N呢 首先我们一样到 左下角的控制台 管理员控制台 然后这里有韩式 然后这里呢 你就可以去汇入韩式 或者去找韩式 或者是把韩式程式码呢 把它写进来 那我们现在呢 要汇入的呢 就是这个韩式 这一个N8NPiPi 那我们就按GET 然后Import 然后按储存 确认 确认 那这个韩式呢 我们就这样汇入进来N8N 那我们把它启用 然后进行设定 那这个设定呢 主要就是这个URL而已 其他你可以不用设 这里都不用设了 然后这个Fair Token呢 这个你如果是用在 这个云端平台呢 可设可不设 那我先跟各位说 这个要怎么用 首先我们在自己的N8N里面呢 一样也是呼加WebHook 那我们可以呢 在这里呢 先帮我们自己的 WebHook命名 然后我这里呢 就叫TestN8N 那我们就把这个测试的网址呢 把它贴过来 这个设定这一边 贴过来 贴过来 设定这一边 贴过来这样 储存 那我们现在没有设定Fair Token 我们来看可不可以收讯息 我们这里呢 要记得改Post 那我们来按Listen测试 然后我们按新增对话呢 这里就多了一个N8N拍拍 那我们把文字讯息丢进来 很好 他有抓到了 他现在抓到了 然后呢 这个不要管他 这个等一下 我们要设定 那就代表我们现在N8N呢 可以跟这个OpenWebUI呢 做连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给他接一个AI Agent 好 我们接一个AI Agent 然后输入呢 就用这个Define 自定义 把这个输入丢进来 那我们这里呢 Memory呢 也要记忆这个聊天讯息 然后聊天讯息 Define呢 我们就用这个 把SectionID的 绘画的ID呢 把这个丢进来 那我们这里呢 一样就是接一个模型 那我们就用Google的模型 好 这样我们就都处理好了 那我们可以来 再测试看一看 再执行一次测试 好 那我们一样也是 复制 好 可以看到 他有在执行 有没有 是有执行成功的 好 那我们要怎么 传到N8N呢 我们要用这个 Response Response 的Webhook 然后Response 的Webhook呢 我们就是选这个 False False 这个Income Item 就是把这个 输入呢 都传回去 然后那我们呢 这里也改一下 我们这里就不能用 这个 Immediately 我们就要用这个 UsingResponse Tool 汇报护抗 抗 那我们最后再来 测试一次 他在执行 那我们来看看呢 他的执行的 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里都是绿色 代表执行完成 那这个也有结果 很好 结果也有 那我们看我们的 OpenWebUI 很好 OpenWebUI 也都把结果呢 给丢进来 我们可以看这个 Memory 就是他的 这个对话记录 好 那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我们呢 就拿写一段 程式法的范例 再按一次Test 有没有 他连程式法也都写好了 很快啊 然后你甚至可以在这里呢 玩这个范例 这里是可以玩这个 程式法 这个就是他强大的地方 这个你如果在M8N 是做不到的 那你多了这个 OpenWebUI的功能呢 就更强大了 那我们现在呢 再来做一个 更进一步的 我们在M8N 现在呢可以用 那个Rag 那OpenWebUI 其实也可以 只是呢 我觉得效果没有 安排那些模型 我会多来一下 那 我们现在呢 就是跑一次 这个Rag 给各位看 好 那我现在如果要 跑启动的话呢 我们就用这个Product URL 好 我们就用这个Product URL 那我现在教各位 要怎么去设定 这个Bair Token 这个Bair Token呢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 这个Bair Token呢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 Token路径的命名 我现在把它命名为 Test M8N 然后我们这里授权呢 就要用Header 两个一样也是 Create NewCretential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命名为M8N 那Name 就是Osservation 那Value呢 要用什么呢 Value就是Fair M8N TestM8N Value就是Fair TestM8N 好 好 然后这个呢 TestM8N 这个路径呢 就是 设在这个韩式的Fair Token 好 那我说过 你如果是自己用的话 你可以不用 不用去管它 那你如果是用云端平台的话 你就可以去设定 好 把我们这个Potage UIL呢 把它贴过来 好 我们现在贴过来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Rag的 这个Walkflow启动 24小时 都在运行 那我们呢 就来 跑跑看 好 到现在呢 在执行 那我们可以来 看它的执行流程 好 有没有 就是这样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执行的流程 好 也是非常好 顺利哦 那我们来 跑一次这个Test 给各位看 我们现在呢 跑一次Test 给各位看 那我们一样呢 在Test 这里呢 再进行一次 这个测试 然后呢 再问它 有没有 可以看到 它就是这样执行的 Rag就是这样执行的 好 完全没有问题哦 它都有这个 打负了 那会有这个 是因为Test 成模式 才要跑出来 那你如果是那个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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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启动模式 就不会有这一串 那我们也可以 核对一下 看对不对 没有错哦 都没有问题哦 都很好哦 那这个就是 你个人的知识库 你可以把你个人的知识库呢 就是进行这个 Rag以后呢 然后再用M8N 然后再用M8N 拆接这个 OponWeb UI呢 去操作 那 安装方式 跟使用方法呢 我也都跟各位说了 那各位如果呢 是这个 个人平台的话呢 这个是可以不用的 Osservation 是可以不用的 那你如果不要用呢 你就不要打开它 这样就可以了 你看我把Osservation 关掉了 然后它也是可以这样使用 有没有 有没有 结果就都出来了 没有错哦 这就是我的资料 完全没有错 有没有 是不是很强大 那 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Web UI OponWeb UI呢 去串接 网页搜寻引擎 网路跑转 或者是自动帮你 填入网页参数 或者是写程式的 各种功能 因为它的后台呢 都可以交给OponWeb UI 去运作 那这个我们以后再 有兴趣的话再讲解 那 那如果不知道Rig是什么的呢 请去看我第二集 我知道第二集都有交付各位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 对各位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订阅分享 按赞 谢谢各位